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带承郁来了 把凤九引开 他才能好好笑话一下东华 果然 凤九见了承郁 两人就到拼店说话去了 连颂对东华拱拱手道 你刚出关 知道最近神仙界的新风潮吗 东华见凤九走了 神色淡淡道 本君哪能知道 连颂道 最近南天门的路特别不好走 很多女仙到了那儿都走不动 需要心上人把他们一路抱进去才行 东华道 哦 在惠儿成语来了 本君问问 他最近有没有去南天门 是谁把他抱进去的 连颂呵呵笑了两声道 这有你的 一回来就轰动了四海八荒 东华道 少见多怪 扶了扶身上的衣服领子道 你们觉得本君这件衣服和袍子怎么样 自命打量了一惠儿道 衣服和袍子才简得到 做工精细 领口绣了花 却不会显得花俏 非常清雅 看来做衣服的人很是用心 您穿着也很合身 非常适合您 东华听了汉首道 不错 连颂不以为异地道 不就是白衣子袍吗 你天天穿的不就这两种颜色 自命朝连颂连十颜色 连颂没注意 还道 虽说衣服有些特别 不过你的衣服都是这样的 今天还特意问我们 真是奇怪 自命嗨了一声道 当然不一样了 这件衣服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的 连颂看向自命 自命做了一个久的口型 连颂脑袋里转了一转 明白了过来 透镜东华 瞧我这眼神 近来不太好使 稍远些都有点儿看不清楚了 我刚才没看清楚 现在细细一看 果然这衣服缝得好 花也绣得好 很趁你 最近织女丝有进步 东华面有的色道 不是织女丝 是小白给我做的衣服 很不错 自命面有亚色道 不想是小殿下做的 小殿下果然心灵手巧 连颂不甘落后 责责称赞道 凤九还会做衣服啊 东华你还真有福气 傍晚 凤九想留他们吃饭 连颂正想答应 承玉和思命却客气地拒绝了 三人走出太成功 承玉不爽道 三殿下 你没看见刚才凤九说留我们吃饭的时候 帝君的脸都黑了吗 连颂笑道 我正想看他不爽又无可奈何的脸 承玉板这脸道 我是不好意思 人家好不容易在一起 还要去打扰他们 那成什么人呢 连颂甘笑两声 转移话题 自命 你怎么那么机灵 能看出那衣服是凤九做的 我就没看出来 自命脸有的色 嘴上却谦逊地说 哪儿哪儿 三殿下只是一时没想到吧 帝君突然提起衣服 您几时看见他老人家会注意穿着 只能因为那衣服是小殿下做的 成欲不明所以 带连颂和思命描述完当时的场景 三人一起大笑 谁能想到高冷如帝君 也会这么炫耀妻子做的衣服 仲林的办事能力确实很强 凤九和东华从清秋回去的第三天大婚的请帖 就已经发去四海八荒 他又带人把太陈宫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 又张灯结彩 让这座平时寂静的宫殿充满了盈盈的喜气 重林忙碌地让悠闲的当事人奉酒都不好意思 对东华道 何必搞得这么麻烦 请人来摆个酒席吃一顿就行了 反正天下人都知道了我们是夫妻 东华温言道 我知道你不在乎 可是不能委屈你 而且这个仪式能让你家人安心 就好好地办一场吧 你别担心重林 他做这种事高兴着呢 可以让他大显身手 平时太成功太安静了 他显得发慌 东华都这样说了 凤九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转眼七日就要过了 凤九想着明日要回清秋备嫁 红东华道 不知道姑姑回喜蜈蚣了吗 我去问问 如果他也要回清秋 明日我跟他正好一起做伴回去 东华随意道 用不着 明日我同你一起回清秋 凤九亚然 你也要去清秋 就三天时间 你明日去了 最迟大后日就要回来 第二天又去清秋 不是太麻烦了吗 而且不是说婚前男女不能见面吗 姑姑和姑父婚礼前就有好长时间没见面 东华不以为意 我们不一样 已经是夫妻了 没有不能见面这一说法 我已经跟仲林说好了 他带迎亲队伍到了清秋 我就去跟他们会合 凤九难难道 这样也行 东华握住他的手道 我们都分别那么久了 以后我一刻都不想跟你分开了 更何况三天这么久 凤九道 我也巴不得你去 只是怕不和习俗罢了 东华笑道 只要我们高兴就好 习俗都是因缘而定的 第二日 当凤九带着东华出现在狐狸洞里时 白衣的脸黑了几分 他本来想趁凤九独自回来时 训诫一下女儿 现在这位女婿居然也跟了回来 心想可能是来送女儿的 等他走了就可以跟女儿好好说道说道了 没想到两人回来后 打了一声招呼 凤九就带着他出门逛去了 回来时已经是傍晚了 凤九在狐狸洞是厨艺最高的 又辈分最小 所以只要有他在 都是他做饭 凤九自觉地去了厨房 白家的人正发愁怎么招呼那位尊神 那位尊神二话不说跟着凤九就去了厨房 众人其实都很好奇那两人在厨房做什么 又拉不下面子去看 最后还是白真打发米谷假装帮忙去看个究竟 米谷去了一会儿 回来兴奋地道 小殿下在煮菜 姑爷 不 帝君在给他打下手 烧火 小殿下说有他们两个人就够了 白家众人故作镇定地听完 一片沉默 直到白真忍不住道出大家的心声 今天这顿饭可金贵了 那可是帝君烧的火哟 当然这顿金贵的饭并不是那么好吃的 白家人人吃的不自在 饭菜摆好后 胡弟忙请帝君上座 东华白白手道 不必了 本君跟凤九做就好了 就在长桌的末端跟凤九做了下来 胡弟和胡后坐在长桌中间 其余的人也照着平常的位置坐下 凤九给每人都做了一道他们爱吃的菜 大伙儿正要照常开口夸凤九 一看他旁边的那个 不知他吃饭是什么规矩 就不约而同的沉默了 于是这顿饭成了胡弟洞 有史以来最安静的一顿饭 众人一边吃饭 一边忍不住瞟向桌子末端的那两个人 见东华坐下后 帮凤九添饭 盛汤 做得无比自然 搞得在座的其他几位夫人 频频拿眼睛瞧自己的丈夫 收到的却是他们莫名其妙的眼神 离他们最近的白针看到东华加了肉 肥兽相见 他去了肥的部分 把瘦肉放在凤九碗里 凤九朝他甜甜的一笑 就把瘦肉吃下去了 今日正好有鲜美的胡虾 众人见东华替凤九去了虾壳 把虾肉放在他碗里 连包了三四只 凤九也都一一吃下去了 凤九今日做了狐狸动人人爱吃的糖醋鱼 不过今日这鱼凤九特意摆在东华面前 一上来就为他了 加了鱼肚子上最肥嫩的那块肉 放在他碗里 其他人难好意思去跟帝君抢鱼吃 连最近的白针也不敢朝那鱼下手 就看着那条鱼大半进了帝君的肚子 因为帝君在座 众人也不好意思叫别人把菜递过来 所以各自戳着自己面前的菜 无声地吃完了这顿饭 晚饭后 大家以为帝君大概要告辞了 谁知他在上座悠闲地喝着茶 一点而要走的意思也没有 待凤九收拾停荡 两人又出洞散不去了 白针道 看这样子 他不是今晚要住在这儿吧 的话一出 白家的人想想不无可能 差点而惊掉了下巴 新郎关婚礼三日前堂皇帝到新娘家住的 不天之下大概只有这位帝君吧 不管狐狸洞里的人怎么猜想 凤九很兴奋地拉着东华 出去看青秋的星星 两人拿着夜明珠往黑黑的旷野走去 凤九笑道 我以前化身为小灵狐的时候 就经常想着有一天能把你带回青秋 跟我一起看看青秋的星空 今天终于办到了 你看 我们青秋的星空是不是特别美 东华西穴道 我就说 那只小狐狸怎么天天色迷迷地盯着我 原来是盘算着要把我拐回狐狸洞做压榨夫君 现在终于得逞了 不过被那么大劲拐我原来只是为了一起看星星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不期见 并不是这次